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同样是给白鹿作配 陈都灵和刘先宁对比 差异明显 最近的国剧市场可谓风起云涌 各种为播鲜火的电视剧争相上映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 爆款女神杨子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对拍戏的真诚 将内心细密 坚韧善良的小妖和小六带到观众面前 为观众带来很多惊喜和感动 也更是去写了她忘夫的传说 此次与其合作的三位男演员 均在这个暑假爆红 而最近抗拒能力能与杨子相媲美的 就非白鹿莫属了 她演技发挥出色 输出稳定 更是凭借明安如梦 以爱卫营两部剧火爆迎评 可以说是罢评了整个11月 由她所主演的电视剧 不仅热度斐然 引发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和热议 而且也带火了剧里的女配角 由白鹿和罗芸汐主演的长月静明 开拍期间就一直备受关注 播出后 也凭借着其出色的浮化道和演员 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在剧中 白鹿一人分饰三角 无论是黎苏苏的仙气飘飘 燕西雾的活泼顽皮 还是桑酒的单纯善良 都被白鹿完整地诠释出来 所以当她以命换命 亲手阻止了魔神诞生时 网友才会因我的生来 就是为了你的死去而落泪 然而 这部剧之所以能够爆火 除了主演的足够出彩 演技足以咽压女主的 女二号陈都玲也功不可没 陈都玲在长月静明中饰演 夜冰上每天欢 在剧中她的表现可圈可点 将一个反派角色演绎得楚楚可怜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她饰演蛇族圣女天欢时 手段很辣 因为一己私欲屠杀了墨河全族 内心的黑暗与看似善良的兰花 只手势形成对比 更显讽刺 而当她饰演夜冰上时 她同样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 不惜辜负身边人的真心 在她得知 但是肖领甚至死前都在为她谋划时 她虽然留下了后悔的泪水 却也仍旧不知悔改 陈都玲细腻且传神的表演风格 将夜冰上清醒却歹毒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让观众恨得牙痒痒 但陈都玲也凭借着这一角色 收获到了很高的关注度 而在最近的热播剧《宁安如梦》中 白露作为女主饰演一个费尽心机当上皇后但遭遇宫变后重生的江雪宁 白露在其中的表现也不必赘述 亦如既往的不负众望 而让人颇感意外的是 此次新人演员刘仙明在其中的表现十分惊艳 有些时候甚至足以掩盖女主的光芒 刘仙明在剧中饰演女二号神芷一 一个高贵明艳的公主 受尽万千宠爱 却从不专断跋扈 不仅处处护着帮她摆脱自卑的冥冥 还懂事得让人心疼 在她不得为了天下万民 独自前往大月和亲时 雪宁曾设法让她出逃 但她的一句这天下谁都能逃 唯独我不能 一句话 将观众的眼泪逼了下来 虽然后面公主被成功赢回 但那个活泼开朗的公主 却早已死在了和亲当天 当她回眸看着这些被她保护 也保护着她的人们 破碎感满满 正是因为前妻刘先鸣 将公主的名面饰演得栩栩如生 才会让人觉得后期的 神旨一如此有担当 堪当公主之名 刘先鸣也凭借着这一角色 以演员的身份被观众所熟知 这足以证明 只要演技足够出众 无论主角再优秀 都可以成功吸引观众的眼球 希望接下来的国剧市场 能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演员 凭借自己的演技让观众为之折服 2.赵露斯原来这么有料 穿美丝内衣还俯身躺下 事业线简直深不见底 近日 新生代女演员赵露斯在某时尚拍摄现场的一组照片 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这位凭借甜美形象和出色演技走红的女星 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胆造型惊艳亮相 身着透视蕾斯内衣 赵露斯不仅突破了以往的清纯形象 更展现了其不为人知的成熟性感一面 在这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中 赵露斯身穿一款设计独特的蕾斯内衣 精致的花纹若隐若现地勾勒出她的曼妙身材 最为吸睛的是她俯身躺下的瞬间 原本就颇为傲人的事业线 在这一角度下显得更为深邃迷人 仿佛深不见底 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与赞美 这次尝试无疑是赵露斯 对自身风格的一次大胆挑战与创新 从传闻中的陈千千等剧中 活泼可爱的形象到 如今展露女性独特韵味的性感装扮 赵露斯以其自信从容的态度 成功诠释了多元化的美 向公众传递出女性既可以清纯可人 也可以充满诱惑力的信息 不少时尚界人士及粉丝纷纷对赵露斯 此次的时尚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他们认为 这样的造型不仅张显了赵露斯 对于角色塑造之外的个人风格把控能力 同时也展示了他在时尚领域 敏锐的触觉和敢于尝试的精神风貌 与此同时 这组照片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话题热度持续攀升 众多网友纷纷留言表达对其新造型的喜爱和支持 有人表示 赵露斯此举打破了大众对他固有的标签化印象 让人看到了他更多元 立体的一面 也有人赞赏他勇于突破自我 展现真实且独立的个性之美 面对网络上对于此次大胆造型的热议 赵露斯保持了一贯的低调与从容 作为一位不断寻求突破和挑战自我的专业艺人 他以实际行动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成长轨迹和对演艺事业的执着追求 这一系列照片背后所传递的信息远不止与表面的性感魅力 更是赵露斯在艺术探索道路上坚定前行 勇于尝试新角色 新形象的决心体现 公众及媒体对此的广泛关注 无疑是对赵露斯不断努力和蜕变的认可 他的每一次尝试 都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他丰富多彩的演艺生涯之路上 赵露斯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 不仅仅满足于固有的荧幕形象 更愿意通过多元化的角色塑造和形象展现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和情感触动 同时也期待他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继续绽放光彩 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评论区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珠